少不了那一群兢兢业业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人 他们不求名利,只求祖国能够日益壮大 今天要讲的这位可爱的人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对正负电子的对撞结果做出准确定位的科学家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并研究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他就是赵忠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东北沦陷,北京沦陷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大的教育殿堂,上级发布紧急命令 要求师生全面撤离北京 当清华大学的校门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 某一天,校门外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衣衫褴褛,满面乌垢 走到门卫室那边只说了一句话 我要见校长 门卫值班人员一看这架势,以为是要闹事的 再加上当时形势严峻,硬是没让这位乞丐进门 无奈之下,这枚乞丐只好到校门口一直等着 许久之后,清华大学的校长终于从学校里走出来 这位衣衫褴褛褛的老人连忙跑上去 这清华大学的校长仔细一看来人之后,赶忙把他请进了学校 原来这位看似衣衫褛褛的老人就是我们的赵中瑶老先生 可是他为何要如此打扮,又苦苦敦守呢? 于是自己装扮成乞丐,白天乞讨,晚上赶路 一路从北京徒步到长沙 雷是研究原子弹的重要元素 这对我国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东西 有了它,我国就不会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地位 赵中瑶老先生贡献给中国的50克雷 就有如一颗救命稻草,为新中国研究原子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将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向前推进了巨大的一步 1998年赵中瑶老先生因病逝世,巨星陨落 可是他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好了,我是张晓